盘点田径场上那些冲突时刻 跑不过对手竟然扯对手裤子 常跑皇帝格布雷挨打成经典 第一场 2011年钻石联赛摩纳格战1500米 两位同为法国的选手 巴拉和梅基西北二人 在冲过终点线后竟然大打出手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巴拉在冲过终点线后 与梅基西北问候的方式 似乎有些特别 从侧面视角来看 巴拉的手似乎是放在了梅基西北的脖子上 于是二人发生了口角 随后扭打在了一起 现场的参赛选手拉都拉不开 结果二人双双被处于禁赛的处方 第二段 这是2018年钻石联赛总决赛5000米的赛场 还是两位来自同一国家闹出的乌龙 在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圈时 埃塞尔比亚运动员凯杰尔卡 在最后一个弯道时意外摔倒 没想到他却一把抓住了前面的同胞巴雷加的裤子 将其一把拉出内道 当时这件事情在田径圈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 赛后凯杰尔卡说 先是巴雷加想要故意绊倒塌 他才会在摔倒时 一把抓住巴雷加的短裤 将其拉出内道 不过后来巴雷加迅速调整位置 最终还是获得了第二的成绩 而凯杰尔卡则是被取消成绩 并且处以一定程度的惩罚 第三段 这一段是格布雷最著名的几个片段之一了吧 著名的长跑皇帝竟然在最后的冲线时刻 被竞争对手免费加速 这件事时至今日仍然经常出现在各大田径集锦中 而格布雷被打敌原因 网上又出现了许多种声音 其中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 就是格布雷把人鞋踩掉了 其实不然 格布雷踩掉肯尼亚选手的时间 是1993年世锦赛 而这场比赛是1992年世青赛 所以二者并没有任何瓜葛 或许只是单纯的因为跑不过 一时恼羞成怒给了格布雷一电炮